如何准确理解两个好不动摇 主要想澄清当前对两个好不动摇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误区一 对民营企业污名化 一些自媒体热衷于编排民营企业家家族故事 污蔑企业家跑路 或是将他们在某些场合的言论端章取义后已已发布 事实上民营经济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是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的重要力 民营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在促进就业保障和改善民营生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误区二 发展公有资经济必然会挤压民营经济空间 这个言论的实质是把国以民 公以非公摆在相互对立的位置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 最终效果便是国民共进 即国有资产保持争取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本质上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并不是对立关系 相反 两者是互补和共生关系 从经济分工上来看 两者同为经济发展的形式和途径 共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相得益装 从社会分工来看 两者相结合才能共同实现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户居三民营经济离场论 一段时间以来 社会上出现了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的错误认识 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了使命 要退出历史舞台 这个言论据没有理解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也没有认识到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无论何种经济形式 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 都是国家发展的社会基础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凡是经济落后的地区 一般都是民营经济不发达 民营经济中 极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总共构成了我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 占GDP比重60%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年以来 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三个没有变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都是我们自己人